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辛苦是休息的时候我不舒服 真的走到都不记得 睡觉一吸气就痛 我连吃饭趴在那里吃两口吃不到 衷量量量求家人求太太帮我 整理上来很辛苦 真的和大小便都出埋 慢性阻止性肺病的主要成因就是吸烟 经常会急性病发 痰会比平时多 痰会从平时旺旺白白转 旺旺六六 也有另一类的病人就是有肺气肿 严重的病人就要靠24小时 敏着氧气来帮他呼吸 一日一次 每次一粒 每次一粒 出院之后我们就会在门诊看回去 如果他有兴趣参加胸肺缝空班 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个评估 速度大约1.1分钟 进行一个心肺运动测试 根据个别病人的运动量 我们会设计一个适合他运动的训练 早晨 我们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胸肺复空班 其实他们都很怕动 因为他很怕喘 久而久之令他们更加机能下降 其实想去练习他的身体功能 肌肉等等之外 亦都练习他去克服自己 在安全的程度 其实有部分气喘 中度程度气喘是安全的 那他才可以应付到他日常生活的 做得非常好 用回血唇呼吸 涨起肚子来做呼吸力 是的 到之前就吸气 一路拿个煲过来 我们是一路 呼气 对了 会是教他们气喘处理 自省体力 协调呼吸 等等的技巧 回到家 他们就会懂得用一个方法 处理自己气喘的问题 跟班姑娘教你怎么做好吗 好啊 好啊 得这种病 你一定要来 你很简单 问我一句 为什么你个个都懂呼吸 你没有病 什么都可以 就是这么说 你有病 你不学 你不懂 我得病 到现在五六年了 我一路一路都不是那么好 下一次就最好 他的信心大了 下次再急性病化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处理 如果他得病的话 他留在家 有家人照顾他 我们有社匡团队 有护士 有物理治疗师 有职域治疗师上门 你有一点不对路的时候 我们都尽了给他做检查 这个就是给他探测 他一天里面 活动量是多少 在全世界的数据 去北区医院那边 其实用了这个网上监控 他就算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都会存到的 在医院那么远 我们都可以 计算到他那个情况 安不安全 时间半夜 1点多 他都说 那个周末是在睡觉 这里 已经去到100 他发觉 其实他的血量是稳定的 所以你不要下下 教高氧气 对的 用他的通气机 令到他呼吸没有那么辛苦 我们都很乐于大 对我们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很少回去医院 如果继续好 通常是病人和家人 想继续留在家 因为他对我们的服务有信心 很好 6分钟可以走到420米 大致上没有气管抗张 那是挺好的 那是挺好的 空废复康课程 拨了业之后 我们就会鼓励他去参加 病人的互助小组 就叫做健气组 例如会听讲座 参加一些太极 练练一些八段感 那音乐治疗课程 就会有一些 尊业的音乐治疗师来 练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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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在我們有一個健氣的合場團團 住院的病人 見到健氣組的病人來探 可以互相扶持是很難得 我帶 有帶 帶得到 是 穩陣一點 是 穩陣一點 好 做一工 幫得人也好 我很想幫人 時常都是 見到姑娘也開心 見到老朋友也開心 很重心做力去幫助我們的病人 可能我們才有這樣的機會 病不會壞下去 很重地跟我們說 跟我們解釋 很重地幫助我們 非常像一家人一樣 比自己的親人更親 衛生 醫護 關心 其他什麼都最好 東冠還有個九十幾歲 媽咪的 我得了這個病之後 三年都沒有回大會 她們了 精神之後 就很膽敢 背上養氣機去探 她 眼淚都流 還有老婆男子 兩個眼淚都流 真是開心到我 滋味真是甜到心裡 北區醫院 醫療程序對我 我願 反省自己 我要回來做醫工 幫助需要病人 零分一分都有信心 一路都見證每一年 胸肺腹腔病人 畢業 少了入院 甚至不需要入院 甚至有些告訴我 之前是太太的一個父女 但是現在她會幫回太太 家務 沒有辛苦 去應付生活的每一部分 這樣是我們醫護人員 是最開心不過的 是最開心的